我們常常說我們好像活在一個是非顛倒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面越古怪越不正常的人 代表你越勇敢越敢做自己 AOC上了一個變性人的綜藝節目 鼓吹變裝皇后是這個時代的先驅 說他們改變了歷史 讓這個世界變得更自由更有人權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 現在社會敗壞到小孩可以上台跳脫衣舞 底下有一群變態在那邊撒錢 這樣的行為不但沒有被禁止 不但沒有被批評 甚至認為這是保守派要的資本主義 自由市場不是嗎? 小孩也可以賺錢啊 他也是在台上滿足那些變態老人的性癖好啊 這樣做有錯嗎? 這個社會真的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一名英國的退伍軍官在推特上發了一個 侮辱驕傲奇的推文 結果警察去他家把他抓起來 因為說他的推文造成了嚴重焦慮 LGBTQ的人不可以被侮辱 他們是很容易受傷的很容易自殺的 所以說反對他們的人都應該要可以合法拘捕 這跟這個AOC說的變裝皇后很有勇氣 可以改變事情好像有點差別 不過沒關係今天我們都可以來討論一下 我是Ethan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AOC前一段時間出現在了這個變裝皇后的電視節目上 來說明這些變裝皇后的這些人有多麼重要 有多麼愛國有多麼獨特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電視節目的畫面 人們認為公共和政府是全部領導人 但最後一段時間,很多我們的政策 是要追隨著公民的願望 人們的改變 人們的改變 人們的藝術 人們的藝術 法律院的民族 內在公民的確立部開除 ADAMS 喜愛之下 找最後大家 accessed 和我們所有的家庭 謝謝 媽 我們愛你 雖然這是一年多前的片段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而且還每況愈下了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等等新聞會提到 AOC是一個很會博眼球的人 他會使用各種手段 把美光燈聚焦在他的身上 非常類似剛過去台灣的 Nancy Pelosi是一樣 他覺得所有的人都應該要看到他 而且讚美他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AOC剛剛說的那一段影片內容 他說不要忘記 第一個對著stonewall砸石頭的人 就是個變裝皇后 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去查一下 1969年的時候 紐約有一個同性戀酒吧 叫做stonewall inn 這個同性戀酒吧 是義大利黑手黨控制的 當時美國是全面禁酒的 有禁酒令 一名叫做 Malcolm Michael Jr.的變裝皇后 她的stage name叫做 Marshia P. Johnson 因為當時酒吧只允許 男同性戀進入 不允許女人 或者其他的 亂七八糟的人進入 所以這位變裝皇后 就很生氣的拿起了石頭 砸了這個stonewall的玻璃 當時造成了大暴動 那我來幫各位整理一下 就是一個非法的組織 控制著一個同性戀酒吧 幹著非法的勾當 做著性別以及性向歧視的事情 結果一個變性人 覺得自己被這個性別歧視 性向歧視而歧視了 而攻擊這個同性戀的酒吧 是的 這是一個變性人變裝皇后 攻擊同性戀的歷史案件 但是被AOC說成是一個 愛國的曼妙的改變人的藝術事件 簡單的說就是 任何符合他們政治方向 都可以被美化成一個正義的事件 保守派常常被指控的東西就是 我們太大驚小怪了 對不對 我們老是認為 如果某某小的東西是被允許的話 接下來就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例如說如果同婚過了的話 扭曲婚姻的這個神聖性被通過的話 到時候就不只是男男同婚女女同婚了 甚至跟小孩甚至跟狗跟什麼初音之類的 我們會被說是大驚小怪 但是我們常常是對的 就拿變裝皇后這個議題來講好了 2016到2017年的時候我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 Drag Queen Story Hour就是這個變裝皇后故事時間 其實當時我沒有太在乎啦 而且我才剛信主 很多人說不要這麼大驚小怪好不好 台灣就只是一個男的穿著很奇怪的衣服去講故事給小孩聽啊 就跟你在迪士尼樂園米老鼠跟小孩照相一樣 不要這麼大驚小怪好嗎 基督徒 然後現在 紐約的公立圖書館開始了一個新的活動 要教導9到18歲的孩子如何變成變裝皇后 這個活動叫做 Learn the art of drag 人類是一個天生有罪的生物 我們吸收罪惡是非常快的 在這短短的三四年內 我們從變裝皇后讀故事給小孩聽 變成了教導小孩如何穿的變性的衣服 然後變態的衣服 然後跳舞給大人 然後大人來看要給小費 首先我們要來了解變裝皇后是什麼 變裝皇后就是一個男人 穿著非常露骨而且暴露的衣服 這些女人都不會穿的衣服 然後假裝自己是個女人 誇張的跳著充滿性暗示 性挑釁的這些舞蹈 然後用這個樣子的方式來賺取金錢 這個就是變裝皇后的意思 這跟以前台灣的什麼 養妥婆董月花那種 純粹搞笑的娛樂表演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現在很多這些變態的成年男子 領著納稅人的錢 去納稅人的稅金經營的公立圖書館 教小孩怎麼樣也變成一個變態 就算這些都不講 各位可以想想看 變性人這個議題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2012年的時候你有想過你有聽過嗎 你會在乎嗎 你可能只會聽過就是去泰國那時候會有人邀 然後韓國有什麼合力秀 台灣有什麼歷經之類的表演主題 2012年的時候變性人這個議題 基本上連聽都沒聽過 過了10年 現在我們要把小孩全部教育成變性人 用他們的身體去賺錢 2011年的時候歐巴馬還說 婚姻是一男一女的 婚姻就是為了家庭 就連同婚當時都是無法想像的 人類社會下滑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美國不是不能有同工嗎 但是現在如果你把小孩變成一個變態 他們就可以在一堆變態老男人面前 跳脫衣舞賺錢 這個地方就在我們的加州 Palm Spring 叫做Family Friendly Drag Show 喔來囉 awan威程 哇 小郎 你們們買了 看這個錢 的錢 看這個錢 你們們買了 你們isphere 空有錢 你們要負錢 都開勁 我們要 skilled收盾 對,你剛剛看到的就是 一堆性變態把小孩當成脫衣舞釀在對待 對那些小孩在那邊撒錢 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純真就只值一堆一塊錢而已 你還想賺錢嗎? 那就上台再跳一支舞給這些變態老人看啊 我們有一位觀眾相信大家在評論區都看過他的留言 他就在那邊說什麼 共產主義好啊,萬惡資本主義啊 美帝國籍先鋒,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之類的 那一類的人基本上我不太會理會 因為說共產主義好的人基本上都是一群自己以為自己很懂 認為說自己是可以控制人的 但是一點力量都沒有 只會靠著自己國家當個受害者 但如果剛剛那樣子就是資本主義 小孩在台上跳著山情的變裝之後跳著山情的舞蹈 下面一堆變態的人在那邊撒錢的話 那真的這個制度就應該被摧毀 起來吧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 團結吧被壓榨的勞工 打地主分田地 隨便你們要做什麼 因為這個太噁心了 太邪惡了 這的確是一個 資本主義的問題 的確是一個 自由市場的問題 就算在推廣這些東西的人都是一群大左派 大政府 性變態 跟腦殘 但是會讓這些變態事情發生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就是所謂的 自由市場 啊這是自由市場啊 是創意啊 是創新啊 是創新的 是創造新的市場啊 我們不可以控制市場 這些都是供需法則啊 對不對 Ethan你不是在PHC上面做了一系列的國父論嗎 說真的 如果 政府 連保護孩子都做不到 讓孩子做那樣子的脫衣舞廳 脫衣舞女郎這樣子的 行為都不管的話 那歡迎你叫我毛澤東 叫我希特勒 叫我斯達林都無所謂 這種自由市場 就是應該被殲滅 保守派 要的不是 無政府的自由市場 而是 有道德的自由市場 這個叫做 Limited Government 有限制的政府 政府要有一定的權力 來保護小孩 還有我們的天賜人權 還有基礎價值觀 在這正義的層面上面 我們是不能妥協的 這樣子我們才有可能有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運作系統 政府要使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來做正確的事情 來做正義的事情 不然政府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我們這次在加州的州議會裡面 我們訪問過很多人 我們並沒有把所有的候選人全部都放上來 因為很多候選人他們的價值觀是扭曲的 是跟剛剛說的那個一樣 雖然他們是共和黨 他們會說 這一切是自由市場啊 這一切是資本主義啊 那樣子的人 我們叫他們 RINO Republican in names only 所以請各位繼續禱告 這些政客要做的事情是正確的事情 而不是創造一個 無政府的社會 然後說 你看 我們把政府變小啦 我們多棒棒啦 對不對 我們共和黨 但是不用太擔心 OK 法西斯主義不太可能被右派或者保守派掌控 事實上就是 整個西方世界都在被這樣的東西侵蝕 在美國 我們可以看看加拿大 看英國 看法國 看一看這些西方國家 就可以知道 我們很有可能或者是我們在這個樣子下去 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個新聞還沒有在美國大肆的被報導 這是來自dailymail的新聞 一位退伍軍人 因為轉發了一個用 驕傲旗做成的納粹萬字旗的這個圖片的推文 因為會造成焦慮 causing anxiety 的罪名 遭警察逮捕 Darren Bradley 51歲 控告了這個 Hampshire 的警察局 觸犯了他的言論自由權 好 了嗎 他是 tum�� 所以一位完全安全 法官員 是被划暴殺了 你會被划暴殺了 在記錄的协群工作 消息 他是被划暴殺了 他不忍受過 他不從事 人們呢 這位 working的 是家人 你就是 有hr名的 承認 你對 真正常人的 我認為你太太 你不是不上人 你下人的 你幹 dagen 我的 我 不上人了 你的 綸 平凡的会论 真的吗 是 对 的 我 对 我 真的 我是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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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他的 是 Š 是 的 雅 是 沒有錯 逮捕這個人只因為他在網路上發了一張圖片 在他自己的板子上發了一張圖片 就證明了這些警察其實是跟納粹一樣的 是為了左派的權益來打擊普通人民的手段 這些警察的行為只會證明這個英國的老兵發出來的圖片有多正確有多真實 這個影片也證明了現在英國的警察就是被左派這些LGBTQ的人掌控的組織 如果這個還不夠真實的話 你認為或許這個老兵是真的做了什麼啊之類的 你可以看一下下一個影片 下一個影片就是這個警察自己說 我們抓你不是為了任何事啊 就是因為你的推文讓人感到緊張啊 你們 又是 發生了 Camilla 因為你發的社交媒體推文 讓某人感到緊張 一個人可以用手銬靠起來 關到監獄裡 只因為他發了一張圖 讓別人感到緊張 在這裡我看到最突出的地方 就是那個警察的回應模式 回應方式 一個聲勢的英國槍 當然是因為你發的搞笑圖片 讓別人感到很徬徨啊 這種感覺就是當然啊 對不對 這還用解釋嗎 你讓人感覺不舒服耶 對不對 緊張耶 就是會被抓起來啦 你有什麼資格 傷害這些搞不清楚自己性別 又玻璃心的這些變態呢 你都做成這個樣子了 你還要我們警察怎麼樣啊 對我們來說 完全不合理 完全不合法 甚至可笑愚蠢的事情 對他們這些警察來說 是理所當然的 是天經地義的 因為當好警察都被逼著要離開警局 維持正義打擊犯罪的警察 都因為新冠肺炎的這個疫苗 全部被逼著離職之後 留下來的會是什麼樣的警察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對 這就是他們執勤的時候 他們穿著制服 一個警察摟著一個半裸的男人 執勤的時候在大街上跳舞 當然我們美國是沒有任何資格說這些的 沒有任何資格說什麼的 我們的警察 甚至對著打砸搶的暴徒 下跪 磕頭 而且我們笑不出來 只因為一個網路上的推文 就被警察逮捕 我們這邊 也快要發生了 我們北邊的鄰居 加拿大 只因為牧師星期天打開教會 就被抓起來 很快我們就會被說成是 我們在打壓LGBTQ的危險人物 我們的大學工作場合 基本上已經變成這個樣子的 集權納粹的法西斯執行方式了 拜登政府已經設計了修改Title 9條例 就是讓男人可以進去 你女兒的這個大學更衣室 跟你女兒一起洗澡換衣服的 如果任何人讓那些想要跟你女兒一起洗澡的性變態 傷心難過 而且受傷的話 這是一個可以算是重罪了 OK 而且是聯邦級的 因為現在這些人 是屬於國家的寶物 國家的寶藏 保育類動物 跟中國大陸的大熊貓一樣珍貴 不可以讓他們難過 有一名律師叫做C.C. O'Larry 他在Heritage Foundation的活動上面說 現在的Title 9的規定 學生或者是學校的員工 可能觸犯了條例然後被開除 如果說他們造成的騷擾 例如他們口頭上的騷擾 嚴重的持續性的騷擾 同時是客觀的而且具有攻擊性的騷擾的話 這邊很重要英文是 severe, pervasive and objectively offensive 那拜登政府這邊想要改變一個字 改成severe, pervasive or objectively offensive 就是嚴重的持續性的騷擾 或者客觀的具有攻擊性的 改了一個字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原本你要讓學校開除一個人 你必須要說明這個人說話是很嚴重的 而且是有持續性的 而且同時是公認的充滿仇恨的 光是這個樣子就已經很嚴重的 侵犯言論自由了在大學裡面 因為攻擊性的言論基本上 不可能是客觀的 除非就是純粹的髒話 例如 OK我不想說 你們自己想 但是現在拜登想要把 and改成or 也就是或者是 也就是只要被認為是 客觀的仇恨言論 就可以把別人用title night來開除 我們來聽一下 他是怎麼說的 Severer pervasive and objectively offensive would be a man calling a woman a derogatory name he says it and we all agree that it's a bad name he says it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it causes her to maybe fear for her physical safety maybe he's shouting it at her as he's running after her that would be harassment or maybe he's saying it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class to the point where she does not feel safe going to class anymore that would be harassment under the current rule under the proposed change to the rule it would just be saying a comment about it would be misgendering somebody it would be saying the wrong pronoun that that person does not identify with under the new rule that person could find that comment severe period and they could report you and the college could find you guilty of harassment so under this new proposed change to title nine we are worried that students are going to have their speech chilled even more than it already is students are going to be deterred from ever speaking up and saying anything because they risk especially conservative students will risk their views being targeted and being punished now on their campus so you know a concrete example of this could be you want to host a conservative speaker let's say you want to have matt walsh come onto campus and debate somebody under these new changes to title nine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that because matt walsh could be labeled a harassing figure and this is harassing speech and therefore the college will not allow him to come onto campus so there are definitely some serious concerns here with this title nine change 真是很感謝這個女律師把這個東西指出來 但是這個就是左派未來的方向 或是拜登政府想要的方向 只要任何人說一句話是他們不喜歡的 就可以抓起來 開除 奪取公民權 他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手法 把任何人當成是人民公敵 任何不喜歡的評論都可以變成一個騷擾 任何騷擾都可以促成恐慌 任何促成恐慌的都可以是暴力 跟仇恨犯罪 任何仇恨犯罪都必須要被抓起來 這所有的原因都是來自於 我們對自己的自我錯亂 當我們變成一個沒有信仰 沒有對錯 任何事情都是主觀的 沒有客觀的 沒有事實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就會用我們的觀點 去來管理世界 我們的話語警察們 就會使用他們的力量 來禁止任何讓人對於自己內心的經歷 產生疑問的話語 跟剛剛那個警察說的一樣 speech that cause anxiety 令人緊張的言論 因為如果你的言論就是你最真實的自己的話 那麼反對你言論的就變成暴力攻擊了 反對言論就變成你在殺死你的方法了 這就是為什麼反對言論自由的人 會不斷地在尋找那些反對自己的言論 試圖抹殺他們 但是卻同時認為說 自己是在為了言論自由而奮鬥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心中的自我才是最真實的 他們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這些會殺死他們的言論 就是在殺死言論自由的時候 他們就會努力地積極地摧毀所謂的言論自由 而且還以為他們是在保護言論自由 因為在他們的心中 他們對抗的不是言論 而是暴力 而是攻擊 雖然不是實際上的攻擊 但是是在攻擊他們的內心 而對他們而言 他們的內心就是他們的一切 這就是當一個人內心空虛 脆弱 沒有神 也不認識自己的時候會做的事情 為了自己扭曲事實 攻擊自由 自以為意地摧毀整個時代的價值觀 跟所有的嘗試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CANADA